今天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了30多以上 仿佛进入了夏天一般 那明天白天依旧是晴好天气 不过到了夜间将有较强冷空气影响 带来降雨降温 今天济南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5度 15时左右 记者在济南市光华大道上 不时感觉到阵阵暖风吹来 出行的市民身着短袖短裤裙子等下装 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淋淋 垂柳在微风吹拂下不停摇曳 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 今天德州市五城县最高气温 一下篡升到33度 达到入春以来最高点 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 享受家门口的冲光 在辽城外出游玩的市民换上了短袖 有的还撑起了太阳伞 在阳光底下走了一圈之后 穿上短袖就感觉复缓出的特别多 像突然进入了夏天一样 山东省气象台数据显示 今天零时到十五时 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30度以上 鲁西北的东部 鲁中北部甚至超过32度 全省123个大型气温监测站 30度以上的88个 林兹气温最高达34.3度 气温高风力也大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时 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 和内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白天 南风 渤海 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 阵风8到9级 减弱到6到7级 阵风8级 黄海中部6到7级 阵风8级 半岛地区5到6级 阵风7到8级 其他地区4到5级 阵风6到7级 减弱到4级 目前大部分地区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 林内可燃物 急易燃烧和蔓延 在藻庄市削城区 护林员们24小时职守 严防火种进山 对林下可燃物进行请离等防火措施 持续保持省林防火的高压态势 阴制挡头 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省气象台预计 11号夜间开始 我省气温将明显下降 大部地区过程降温幅度12到16度 另外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 我省自西向东 有一次降雨过程 辽城 济南 泰安 滋博 东营和维方 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 其他地区有小雨 并万有雷电 需要一线 非常低的地方 稍微地你知道 稍微地区下降温广 在码冰上